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Costco宣布缩短营业时间 Target未来三周禁止退换货的新闻 随着全美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Costco宣布将于下周一开始缩短营业时间 这个决定是在几家零售巨头宣布类似措施以后做出的 这家仓储会员制超市巨头紧跟Walmart和Target一些竞争对手的步伐 宣布将从3月30日开始缩短各美国门店的营业时间 Costco各大门店的开始营业时间仍然维持不变 仍然是早上的10点 但是周一到周五将提前两个小时营业 也就是晚上8点半提前到了晚上6点半 周末的时间将保持不变 周六仍然是早上9点半到晚上6点半 周日仍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那加油站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周六和周日都是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半 最近推出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专属购物时间 不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 而零售巨头Target也在官网宣布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禁止退换任何商品 Target董事长兼CEO康奈尔 在他的公司网站所发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整个商店都会贴出清晰的告示 让顾客更容易了解这些变化 我们的团队成员也将协助和回答任何问题 此外我们已经做了数周的工作 所以我们将继续权衡其他选择 该公司表示 如果顾客退货的截止日期在这个限期之内 那么将会将截止日期延后三周 此外Target还将在结账时暂时停止使用环保贷 以纸贷或者塑料贷取而代之 目前纸贷对消费者免费 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感谢观看